HELLO,各位各位姐姐,蘇大姨,大家好,今天我是土頭熊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非常土,但也非常強的製作人 鬼妻和獵天使魔女之父,鬼才製作人,神谷英樹的故事 為什麼說他的?就是上期的三上真思視頻最後投票決定 我不會說其實是我想要推銷三上視頻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也請關注我,那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1970年出生於長野縣松本市的神谷,小時候就經常逃課去鄰居家玩遊戲 那時候他就憧憬著未來能從事遊戲行業,高中時便買下了一台NEC的PC-8801 想來學編程,但你們都懂的,最終也輪為玩遊戲的工具了 大學畢業後,神谷向多家遊戲公司投低了簡歷,在遭到了世家的拒絕之後 南夢宮接受了他,但是由於是新人只能擔當各種基礎工作 並不能直接參與到遊戲開發項目的最前線 接著正片開始,1994年神谷英樹加入到卡普公公司 擔任遊戲開發組成員,也就是遊戲設計師 一經營遊戲公司就有一項甜蜜之家的遊戲重製版項目準備啟動 中間有段藤原德郎跳槽離開和甜蜜之家版權關死 這也就跳過了,三上真四視頻有說過 感興趣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視頻 當時還只是項目企劃的神谷 像該項目的總負責人剛本吉奇提出過各種設想 但被剛本吉奇所拒絕,理由是太過前衛,預算有限 隨機剛本吉奇便找來了三上真四來擔任遊戲的監督 也就是導演一職,但是神谷的這些前衛想法並不是錯誤的 僅僅只是超前的,這些想法也為未來的遊戲內容做了很多優秀的鋪墊 之後我會說到,雖然新甜蜜之家項目交給了三上負責 但是神谷還是在團隊中是最有想法也是最敢表達的那一位 隨著該項目被證實更迷為生化危機後 PlayStation主機上第一個百萬級銷量的遊戲便怎麼誕生了 隨著生化危機的成功,卡普公高層也重視了這個新IP 並下達了新作也就是生化危機2,要達到200萬套的銷售目標 新項目便交到了神谷因素的手上,讓他擔任遊戲監督一職 而三上則擔任製作人,但是項目啟動初期 三上和神谷因為生化危機2的開發方向和內容思路一直起爭執 幾乎到了每天吵架的程度,吵完下班再一起喝酒,第二天接著吵 三上便決定讓神谷一人全權負責該項目 只要求每個月向其報告開發進度就可以了 之後的故事大家都一定知道了吧 就是神谷對生化危機1的戰鬥系統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創新 戰鬥系統被大大加強,武器裝備升級系統,緊急迴避系統 各種加入到了生化危機2中,在遊戲開發進度超過70%之後 三上和港本集齊感覺神谷有點殺不住車了 加這麼多新要素到2中,以後的作品怎麼辦 不對,是和生化危機1的變化太大了,玩家接受不了 所以就要像擠牙膏一樣一點一點 最後做了70%多的生化危機2被推倒重來 由於劇情還是有些單補,公司希望未來讓生化危機IP能夠系列化 便請到了著名編劇三寸生來進行創作 而被推倒那個版本便是生化迷口中的生化危機1.5 這段劇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最後也是好事多摩,正式版的生化危機2發售後成為現象級的作品 發售是當天全球銷量被來到了200萬套的驚人成績 然後生化危機3和4的計劃也被提出 生化危機3這裡也沒什麼好說的,就是發售了 之前1.5緊急迴避系統真的擠牙膏擠進去了 這裡主要說一下生化危機4項目 該項目初期也是由做出創世神作生化2的神谷去擔任監督一職 神谷想這次終於沒有人可以約束他了 我這次一定要做出最酷的生化危機出來 然後便和三寸生討論了幾天劇本 終於出來了一個生化危機4的大綱 早期的劇情大綱有兩個版本 其中一個就是一位名叫托尼雷德格雷夫的主角 被生化病毒強化過 變成了不死之身 同時還有著各種超能力 要去歐洲找Spinsett報仇 簡單明了的故事大綱對吧 第二個網傳的大綱就是說 安倍拉創始人Spinsett有兩個兒子 都是注射了一種新型的病毒 一個叫做托尼放膽不羈 一個叫做保羅優雅從容 這兩位角色指向性就非常明顯的對吧 那就我呢也不知道哪個是正確的 但是更偏向於後面一個 於是神谷便帶著場景組的人去英國和西班牙 考察了11天拍攝了幾百計大小的場景圖片 和雕像磚塊的細節 由於生化危機4內部預定發售平臺為PS2 那隨著平臺技能的提升 神谷操動的心也停不下來創作的步伐 在開發遊戲過程中和隔壁鬼屋者開發團隊交流時 發現隔壁在遊戲中發現了一個怪物浮空Bug 神谷便在新的生化中保留了這個浮空程序 並加入了各種花式跳躍動作 槍械和刀劍配合的連續技 配合著浮空來讓主角做出更多帥氣的攻擊 這一系列內容創新呈現到三少面前的時候 三少的內心是崩潰的 你們懂那種感覺吧 就是老師佈置了一個刺繡的作業 讓家長監督小朋友去完成 家長只是轉個身 回頭便看到自己小孩把作業做成了重金屬朋克雕塑 關鍵這個雕塑仔細看還怪好看的 沒辦法 三少只能和公司高層軟膜硬炮 終於保住了他們開發的這個項目 但不能作為生化危機4來開發了 因為你們這個遊戲真的一點都不恐怖 是真他媽太酷了 那要起個新名字 神谷便想叫Devil make care吧 在英文中也有著肆無忌憚的意思 很貼合遊戲主角 可惜這個名字被一部電影註冊掉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 換成了大家現在都知道的 Devil make cry 而該項目在遊戲內部的代號叫做狂歡節 你們懂這遊戲在當時有多浮誇了吧 關於鬼祭詳細的遊戲內容 未來找一期和大家好好說說 我們繼續聊神谷 鬼祭發售後正好趕上PS2的紅利期 加上遊戲確實太優秀了 大雄當年玩的時候 就被各種浮空連擊和炫酷招式折服 也是當年在PS2上唯一購買的正版碟的遊戲 最終當年的鬼祭銷量停留在了216萬套 這只是當年PS2上的銷量 不算之後各種其他版本 創造了新的怪物級IP的神谷 並沒有得到卡普空高層的支持 雖然鬼祭二項目在鬼祭一發售後三個月被敲定了 但是高層通知神谷之後的鬼祭項目被移交 給第二開發部全權負責 神谷不能干涉這款作品了 這就讓神谷很失望了 當然其實卡普高層的想法也能理解 畢竟商人們賺錢為主 神谷因素太鬼才了 如果鬼祭二繼續讓他負責 真說不定又弄出一個重大變故 好的方向是又多出一個爆款IP 差的話就是公司都會被拖累 因為鬼祭項目就讓生化危機4擱置了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因為這件事 神谷和部分第四開發部的人員 都和公司高層處在了一個對立面 彷彿就像藝術家和商業大佬 各自看對方不爽 但又各自需要對方一樣 最後 鬼祭二的銷量沒有達到公司預計的300萬套銷量 僅僅只有170萬套 關鍵是在硬核玩家中的口碑變差了 號稱只要開槍不開一刀都能通關 於是到了鬼祭3開發的時候 高層便沒有硬性規定神谷不能該預作品 雖然神谷沒有進入製作團隊 他還是和團隊的其他製作人 有過多次探討和提供建議 希望鬼祭3的整體感覺還是建立在鬼祭1的感覺之上 而進化而來的 這裡大需要說一句 鬼祭1和3是本人最喜歡的鬼祭作品 之後的次世代作品雖然也很優秀 但沒當初1和3帶給我的震撼大 我們回到故事中 剛剛不是說到第4開發部和高層鬧矛盾嗎 所以第4開發部全體核心成員決定不受高層干預 做自己喜歡的遊戲 便和高層談成成立卡普空全資子公司四葉槽工作室 這段內容我上上視頻中也有說過 這裡就不多說了 下方我會給鏈接 成立了四葉槽工作室之後 神谷便做了一款非常具有個人特色的遊戲 幻霞喬伊 主角是可以使用類似DVD播放按鈕的特殊功能 比如快進、倒退、慢放等 使用這些功能來打敗敵人 作品一新推出被各路遊戲媒體吹上天 當然當年遊戲媒體吹上天是真摧 不像現在一些風氣和盲摧 但是隨著遊戲的平台戰略錯誤 也就是大家知道的NGC獨戰四聯機事件 該做變成了真叫好不叫做 之後神谷參與製作的大神 以及三上的昇華危機四 都受到了NGC銷量的受眾面影響 銷量直接破壞 由於多款作品的決策失敗 四葉槽在2006年被卡普空解散 之後各位第四開發部核心們 兜兜轉轉 終於走到了一起 成立了白金工作室 並在2008年5月和世家達成戰略合作關係 讓世家發行白金的多款遊戲 但不該於任何遊戲製作內容 這些遊戲中就有著之後成為又一個爆款的 烈天使魔女 這款作品也是神谷自己全權負責的 被粉絲們稱為鬼祭壹的精神續作 雖然這兩部作品都是同一個負責人開發的 並且都是硬核動作遊戲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不同之處的 沒有玩過小伙伴非常推薦去玩玩看 就衝著背景的身材和他的工 好像有點扯遠了 這中間白金工作室還有其他公司外包製作各種遊具的遊戲 很多你們玩過都不一定知道神谷和白金都有參與的遊戲 戰爭天堂的星際火狐0、星際火狐守護者、動勢暴血的 將士神通、克拉傳說、變形金剛、毀滅行動、本人者收益、麥哈頓變種 龍靈化身、粉尼爾、機械紀元等等大大小小多款遊戲 製作水準和口碑都屬於上層 神谷主要負責還製作了魔女2和神奇超人101 雖然神奇超人101沒有成為爆款 但是遊戲還是相當有趣 並且這部作品開始神谷也在積極地培養新人了 由於成立了白金之後 神谷沒有太多人能干預到其創作 所以之後的故事相對沒有卡不空、跌倒 其實是時間拖太久 怕視頻玩播率低 至此遊戲界的鬼才神谷因素的故事 我們就講到這裡了 下次要說的製作人的名字和圖片 我已經放在屏幕上了 請把他們代表的數字打在彈幕或留言區裡 我會挑投票最多的遊戲人做他們的故事 喜歡我視頻的小夥伴 一定一定記得要點個贊再走吧 千萬別白嫖了 最好關注一下 那也是極好的 那我們下一期見 各位 拜拜 拜拜